我 不进来吗 进 进 当然进了 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 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糟糕 不是人家不剧头 这样的情节 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我是空气 我是空气 在公司都不避讳了 都同进同出了 我 我没有 我没有跟你说话 我当你是空气 他怎么知道 我当了 我当 设计稿 设计稿的规模 你调查我 你问了他你居然调查我 师傅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信吗 师傅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这款遥光之星 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 遥光是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 是北斗星的斗饼 由它来指引方向 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 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 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陆痴 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 那颗叫什么 玉衡 那那颗呢 遥光之星 遥光之星 好美的名字啊 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 你喜欢天文啊 喂 郝总铭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你别忘了我们有月法三十条 所以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遥光之星 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 大家认为呢 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 等等 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 并且郑小姐有百分之七的股权正在过户 所以很快 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 欢迎 欢迎 谢谢大家的信任 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 据我所知郝聪明是吧 有抄袭前科 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 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而这场事件的主角 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 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那是池总大度 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 要开始反派女二号的戏码了 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 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视频 我自当赔罪谢礼 如果设计不出 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 你说是吗 真狗血 万年老乔斗就不能换一个 这招数 还顶管用的 好 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 如果 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视频 我自当赔罪谢礼 如果设计不出 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 你说是吗 真狗血 万年老乔斗就不能换一个 这招数 还顶管用的 好 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 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 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 达成两家的战略合作 好 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 正式集团 怎么能拥有百分之七的股份 这事你事先不知道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奇怪 应该是恶意收购 宋总主 这是最新的双肠测和海报 请过目 怎么还是宋小小 我不是告诉过你换人了吗 施总 这不是您亲自决定 要把它换回来的吗 出去 我让你们出去 好的老板 迟大爷 你最好乖乖地让我的海报上市 否则我有更劲爆的代言方式哟 想不想挑战一下 取决权在于你好好想想 我说以后啊 我们的什么设计稿呀 电脑呀 可都得小心点 万一 就是啊 可危险呢 各位 有哪位要与我好聪明比试的 尽管放马过来 背后落人长短 起飞大侠做派 起飞大侠做派 你在干吗呢 站那么高干吗 我 我是看这个灯好像有什么问题 你看啊 这上面好多小虫子 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 阿姨 来 珠宝研发部刚刚成立 我看了之前的方案 这个钻石侠周边开发得很不错 我会以它作为我第一个项目 郑小姐 这个钻石侠的IP呢 大家也都很想做 可是自从三年前断更以后 就没有消息了 这个作者更加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 我们也一直很想联系他 但是 好了 这世界上只有不努力的人 没有成不了的事 我要三天之内拿到授权 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我看这件事情 就交给郝聪明小姐办吧 我这人做事一向公平 交给郝小姐 自然她最合适 诸位还不知道吧 郝聪明可是位网络作家 还出版过一本 我叫郝聪明的畅销书呢 这可是你的优势 好好把握 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 来 我们给郝聪明鼓赏 我们给郝聪明鼓赏 韩逸 我给你三十分钟 把所有郝聪明的资料放进去